那来问问自强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二人传的 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因为我上学吧 老头学 你爸妈不管你吗 因为我父母是离异的 在你多大的时候离异的 可以说是从小吧 当时我在我姥姥家 我每天按照上学的时间 往学校的路上赶 但是呢离学校很近的地方嘛 就是有一个破旧的那种房子吧 搬起来没人住了 我就在那一待就待一天 干嘛呢 就是不想上学 只要是不让我上学那个时候 就是上哪儿都能待一天 后来怎么发现的呢 后期老师嘛 就往家里打电话 给姥姥打电话 说你家孩子 不咋也没来上学来的 你说咋没上学呢 天天我都给祈祷给做饭呢 他说哪来呀 后期一调查 上这房子去堵我去了 抓着我之后也没揍我 就联系我父母 给我送到我的妈身边 送到妈妈身边的时候 就我们住那个住的小房子 很近的地方嘛 就是总有听 就是天天有唱的 有说有笑的 有的时候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 干什么呢 他说 那个是个异校 我说妈你给我送去 我想学学艺 我想自己挣点钱 养我自己 养我家里的 然后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缘由 走上这条路 对 学了多久 学了一年吧 这么短 因为那个时候 挺着急挣钱的 而且那个时候 也是有个机会 不对啊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尤其是你学这个艺术行当 你基本功不扎实 你不踏踏实实学好 你这后边怎么赚钱啊 所以说就在这方面 也吃了亏了 吃什么亏了 就是像您说的 学艺不扎实 感觉自己可以了 其实一到台上呢 就总让观众 下去吧 连你 或者给我这种打击 也挺大的 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登台的 06年左右吧 那个时候有个机会 就是文艺下乡嘛 其实在乡下的时候吧 因为都是一些村民嘛 就感觉我 那个时候小 就感觉我挺可爱的 那个时候 无论就是上台 说啥呀 唱啥呀 就是哪怕就是忘词了 村民嘛 对 包容你 对孩子是一种 看待和包容之心 是那样的 等之后走进剧场 一上舞台的时候 还可以 不到五分钟的时候 观众就已经不耐烦了 就黏我了 主要就是演搞笑嘛 都不笑一念 没有这个本领 就是无论讲什么笑话 他们也是不乐 后来怎么样 后来慢慢积累的 舞台经验多了 就是会跟观众互动啊 这方面就是更加成熟了 你最高的时候 月收入是多少钱 一万左右吧 持续了多久这样的收入 持续了也就三年左右吧